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画面中左边延伸到右边 景象实在壮观 散电狂下时 当时还有军机飞过 景象令人捏把冷汗 散光透过后面的云尘像是血管分布 交织在夜空 光是散电出现的次数多得吓人 在10秒钟之内就可以看到1 2 3 4 高达4次的散电 一分钟至少就多达十几次 不止如此 散电区几乎都从左营军港打出 足够有82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在雷集范围 时间还持续一个小时之久 山区比平地更容易出现 所以说正好在都市地区 大家感觉就好像特别的剧烈了 气象专家说散电不断 这是温差大对流不稳 在云尘里产生了雷雨包 最后再加上空气中的营阳离子结合 产生雷电 是一般夏季午后最容易出现的现象 看这种天空布满闪光 没两秒钟就轰一次画面 还是要提醒民众 这几天小心防雷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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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